好 我们继续 可可西里位于青藏高原 是我国最大的无人区 也是目前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最完美的地区之一 向来以其壮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生态系统而闻名 那最近一年呢 在穿越可可西里的109国道出现了向人类乞讨食物的野狼 而随着网络视频的传播 引得人们呢 带来各种食物进行投喂 这也引发了热议和对生态的担忧 从去年开始 可可西里的一头野狼在网上走红 由于经常受到过往的司机和游客投喂 这只狼不但体型慢慢变胖 还会向过往车辆摇尾巴 露肚皮 撒娇讨食 有网友戏称 几个月就从狼进化成狗 在人们的投喂下 国道周围讨食的狼越来越多 那时候我就看过一条 那么瘦得很 慢慢后面投喂的人不是多了吗 多了以后它狼也多了 我最多看见的时候就四条嘛 不过它现在有科目喂多了 它现在也就吃点肉啥的 像是素食啥的 它一般不吃了 近年来生态环境不断恢复 野生动物频频在人类活动区现身 专家表示 可可西里的这些狼原本多是由于疾病或残疾 无法捕猎 才来到公路周边有人类居住的区域觅食 但越来越多的投喂正在愈发影响野狼的健康和捕食生存能力 高原食物容易会造成它自身的健康的隐患 它不太喜欢去捕捉野生动物 而导致了 比方说藏羚羊 藏原林这些野生的有题类数量激增的话 一旦地表上草的覆盖度降低的话 很容易会造成沙化等等的一系列的生态学问题 同时 近距离投喂 拍照等行为有可能激怒野生动物 109国道 可可西里路段只有十几米宽 作为从青海进藏的重要公路 车流量大 货运车辆多 随意停车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之前我们在109国道上面就遇到了很多游客的 见到狼了以后进行投喂 在就十几米的这条路上 就在路级的两边就停了二十几辆车 对整个沿线的交通造成了很大的拥堵 车也过不了 上下也走不了 然后投喂的这些人也不注意过往的车辆 对它自身也造成了很大的危险 三江园国家公园管理局等部门多次发布通告 严禁投喂野生动物 同时也采取了设立标识牌 加强工作人员巡护劝阻等手段 不过尚未设置惩戒措施 可可西里4.5万平方公里地广人稀 给管理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工作人员也提醒 即使真的遇到动物受伤等情况 要联系可可西里六个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处理 动物生存自有其法则 人们最好的选择就是不打扰 人与这些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 不是说是人过去一味地给他们投喂这些事物以后 才能变成一些好朋友 而是在一个空间里面 平等的生活和生存 才是和谐共生的一项 感谢观看